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化妆品消费市场 今年上半年 我国化妆品零售总额 首次突破了2000亿元大关 出口额也明显增加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 强势复苏的化妆品产业 晚上8点 广州的这家化妆品公司里 9个直播间正在同时开播 负责人称 他们每天的直播时长近20小时 单品数量超过100个 中国风的产品设计和直播风格 让他们的销量大涨 像这种古装 像这个木头的元素 包括一些颜色 包括像这个妆容 我们会用一些很多 这种中国传统的一些妆容 最高在线人数是十几万 今年以来在我们平台的 电商美妆生态中 国货美妆品牌的生意额 达到80%以上 对比去年同比竞争涨达到22% 不止线上销量大涨 国产化妆品线下销售 也十分火爆 在广州白云区的 这个化妆品集合店记者看到 很多消费者停留在 国产化妆品的货价前 试用选购 店长称 国产的面膜 喷雾 洁面和唇膏 是目前最常销的品种 之前的话我们比较多的是 以进口品牌为主的 现在的一个国货的 一个销售比例来说 是有在46到58个点的 一个销售比例了 口红的话 腮红啊 眼影 基本上都是用国内的牌子多一些 国产的就是不管是款式上啊 然后还有颜色上啊 它都做了很多创新 然后现在大家也是 以买国产为主了 年轻消费者对 国产化妆品的热情逐步攀升 社交媒体上讨论热度居高不下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2023年上半年 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为 2071亿元 同比增长8.6% 今年上半年 化妆品零售总额 首次突破了2000亿元大关 为历史最高水平 国风妆容 其实成为了用户 每日妆容打卡的高品选择 在站内有2.8亿的浏览量 精华油呀 防晒 这一类的小品类的单品 其实涨幅也是非常亮眼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